JPAS的风波都继续发酵,当然这件事不会短时间就完结 比如商业罪案调查都可以搞很久调查很久 好像弊兆涉及的19年挖矿机骗人的诈骗案件到现在都未查完 是可以查很久,好像那些大围标大厦维修的问题 一月廉署拉了四十几个人,去到最近隔了八个月才正式起诉二十三个人 所以你临作那些都不要那么淡定,陈姚那些都不要这么高调这么串 莊斯敏就继续拍片出来,终于就回应了 之前就很串,就说对网上的谣言不实的报道会保留追究权利 最新拍片都会反思,不过这样都继续去割席,好像不关自己的事 是的,有个朋友介绍我,我才接了这件事,我做得不够审审,没有做足功课 那我想问,那些因为信了你条片而投资了JPEX而蒙受损失的 你装士敏有什么回应,甚至他报平安 哎呀,我都OK,没问题,我才知道你不OK也没问题 我知道你一向投资什么,由这个经纪人公司 去到买楼,的士牌全部涉,这次又说涉了六位数的数字 你不OK,我不关心,但被你害到的市民他就真的不OK了 因为他说,我没有想过会发生不愉快问题 那我想问你,不如你交代一下,代了多少钱 张柱林你也是,不要逼个儿子出来道歉 又说自己什么中国人,要有承担这些,你要有承担的 麻烦了,你收了JPEX多少钱 人家继续用你的超帐去卖广告时候,为什么你不出声 你说你一早反对 好了,再看现在拘捕的人,拘捕很多OTC,即场外找换店 这些场外找换店是什么角色呢 他就等你投资虚拟币,然后就引诱你去JPEX开户口 JPEX就将那些虚拟资金,虚拟币,卖给其他账户 然后他就无本身理禁制,就用高息去吸引人来 比其他平台更加高息,吸引人在你开户口 继续实施他们的马多夫骗毒骗局,旁氏骗局 找新的钱,就盖旧的债,然后就吸引人来 直到他什么时候,就割韭菜了,不玩 那些苦主才会愚昧初醒 最初我估计,因为你知道政府现在的证监会 就给一年宽限期,给人申请牌照 我不知道JPEX最初算盘就是,是不是想在一年宽限期 继续骗多些,骗到多少,最后过了一年了 申请不了牌照,申请不了牌照,先正式割韭菜 你镇监会一早骂你做事好猛,上年七月已经是黑名单里面 今年九月才警告人,尽要 你警告人之前,开名,骂JPEX之前 是不是应该和警方多些合作 要开了名,警告第二天,才通知警方配合 这个太迟了证监会的动作 警方你要做事,要几天后才开始抓人 结果这几天就成为真空期 那些虚拟货币的OTC 一早不开门,收到封了,可能转走些钱 负责人都已经走路 现在你先和国际刑警联络 要堵食资金 其实如果你证监会早些通知警察做事 是同步一起对外发警告和同步做拘捕行动 情况是没有现在这么恶劣的 你证监会真是几次都很差 明报一早七月八月三次询问你 为了JPEX,又不被人出金 那些人想出金又被人打 又找林作出来做大事宣传这么高调 有没有问题? 当时你就说不评论个别个案 就去到现在拉很多OTC 其实你看Unicorn,Hong Kong,加上炮 他声称哪个是老闆那些,比如冬记等等 法国被人查册,真的那些注册的名单 没有他的份,他们不是持有人 原来开模特公司姓五才是持有人 想问他,那当然就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那你说这些一直骗人 就是大家看到一个币销,一个冬记 再加上这个林作 这三条你们都知道是踏盘骗人的 尤其是币销,那些罪案累累,超过十宗 在身上挖矿机事件都未完 那些人都还会中招 你再看今次拉上Unicorn,雙雙,有些美貌 去吸引网民,然后拍片教你投资虚仪币 好似说虚仪币没什么,其实实际上 你一帮顺他,看他的教学,在他那里开户 他又会叫你,就帮顺JPEG 林作诚全部都是加密炮,康家乌全部都是这样 他们康家乌就找深美做代言人一排 都出这些招数,找名人效应 然后表面上好像教你投资虚仪币 很中性的,但实际上跟JPEG打龙通 引誘你帮人,不停推销JPEG,在JPEG就开户 然后就推销JPEG的虚仪币JPC 都说过JPC,其实它是没有其他交易平台认可 JPEG一早就被日本金融厅踢爆它 它没有在我们注册 日本的交易所说它扮我们,翻版东西 Visa都踢爆,它声称和我们合作,没有合作 JPEG都声称和三间上市公司合作 包括HMV等等,结果三间都很快和你终止合作 最短时间一个月就终止 即是表示没有实质效果 因为可能后来才发现JPEG很不对路 想哄我们落打 不如有一间公司,甚至JPEG和他合作之后第二天 股价升了百多百分百 所以有些究竟你是受害者 还是你有份跟你搭鸡棚呢 都要等警方去查 还有一些突然间这几个月网上就说千禧年代出世的情侣 不用做事,靠炒虚仪币就赚大钱,炒什么虚仪币就炒GPC 一个人去找保镖穿西装,很漂亮 拖一行一行的现金,说要去买楼去看新楼本 当然他就没买到,记者方问他原来又去帮JPEG做宣传 出了这样的招数 所以看到除了出名人效应之外 大肆买卖广告,在多方面作故事,在不同渠道想哄些人 所以所有的投资者,大家都真的要小心 你投资几百万几十万真的要看清楚那些产品是什么产品 另外我再对照17年19年大陆开始收紧虚仪币的买卖 令到有很多大陆人要买卖虚仪币就在香港做交易 不知不是这样的原因,再加上经济差的时候他们走资 结果就激怒了上面的红线 上一次洗脉卖案件的网上海外的赌博平台 也都成为上面一帮官员富豪走资的渠道 现在这些JPEG他也是,尤其是上面要收紧了 香港反而都仍是比较松的,大家就落下来,香港出去买 虽然大陆这一年都开始你香港说要发展国际虚仪币 都见到不是,都吸到不少人,看看你可不可以发展到国际虚仪币中心 让你试一下,但你香港结果你想成为国际虚仪币中心 但自大财疏,很多诈骗集团乘机困人钱,伦敦金2.0在香港出现 这样的时候可能上面都说你快点和我搞定它,不要继续被人走资,不要继续被人诈骗 明明这些钱是我们现在上面贷的,你就现在给大老千代我们的钱 看看香港政府,这件事继续查要查多久,最后拉不拉到幕后的大老妻 还有,你这些东西林作,你不要这么下牌轻轻,否认自己公开说大话 当日是你自己和记者说的,卖了两层楼,套现两千万投资下去 又说自己百余收用金七十四万,现在全部是白人不知,在割席 不认自己说过这些话,还有诚意都没那么高调,政府做了这么大的龙凤 那些建制派媒体连大公报电影新闻继续抓住你们,甚至追击陈宜 说他照片,说他各样骗人,你如果这么高调做事,最后会不会一个人都不起诉 就算最后追不到大老虎,你这帮小苍蝇都一定会起诉几个 都一定会起诉几个成为代罪羔羊,你这帮人都别那么淡定